大家好 我是谢雷 大学生用了七天了 两个字真香 我告诉大家就是真棒的意思 就是很多事情你不能只靠想象 年纪轻的不会带孩子 年纪轻的小姑娘住到家里来不合适 刚刚大学毕业没经验 我可以告诉大家 之前这些小姑娘大学生 被那些户主看了一眼就刷掉了 但是我愿意尝试 因为实践出真理 因为大家要知道 很多育婴嫂 它其实就是高中学历 或者有些是初中学历 这个我没有乱说 大家应该很清楚 你想他们都可以带好小孩 难道学习能力很强的大学生带不好吗 大学生学起来是非常快的 而且这个小姑娘做饭非常好吃 就我可以摸着良心说 我六年前22岁的时候 没有她这点水平 她每天早上会把今天的菜谱 大人的菜谱 宝宝的菜谱发给我 我去买一买 就很简单的事情 就不需要我去菜场 动脑筋想今天要吃什么菜 而且不是育婴嫂有早教的培训吗 就是每天她们要给宝宝读故事的 那么现在这个小姑娘每天读 比如说一个小时 其中30分钟是用中文 还有30分钟是用英文讲故事给宝宝听 她的英文讲得非常好 后来我问了一下 这是大学生英语四六级 她们都过了 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意外之喜了 因为我之前请了三个阿姨 50岁左右 都是不会说英文的 现在这个小姑娘 很多人问我多少钱 就7000块一个月单休 所以我前两天一发视频之后 很多粉丝就加我 问我要了那个机构的方式 也要去请大学生的育婴嫂 其实不能叫育婴嫂了 没生过孩子 叫育婴妹 就机构里十几个大学生 一个多小时吧 全部被牵光 所以后面加的那些粉丝 应该暂时是没有大学生的 这类育婴妹供你们选择了 只有四五十岁的阿姨 所以我跟机构说 你们赶紧去大学里招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吗 机构说是的 他们马上下季招聘会 他们要去招了 时间差不多了 早上九点了 我现在去菜场买菜 这个莴笋来一根 再拿两根山药 西兰花拿一个 那这个蘑菇再盛一点 这多少一斤 这个十块 好的 那给我拿个八个吧 这些蔬菜36块 也不便宜 好谢谢 这个排骨帮我切一点 什么排骨 来吗 这就这个吧 细的这个 排骨拿三根四十五块 油麦菜腊排骨香菜山药蘑菇 开饭了 请不吝点赞 最后面